大家早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 是安倍晋三遇死 被人从后部枪杀 然后到昨天晚上 我睡觉之前11点半钟 我一直在更新新闻 想看最近的消息 想知道安倍晋三 他有没有被医院抢救过来 但是很遗憾 到昨天晚上 我睡觉之前没有消息 早上起来一看 日本的新闻已经宣布 安倍晋三死了 对这个消息 我感到很难过 我心里面小小的 是感到很刺痛的 因为我非常 站在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人性的角度 以及一个对政治的理解的 这么一个高度 我觉得安倍晋三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很能干 很杰出 所以对他的死 是感觉很难过的 我没有去看中文圈 但是我知道简体中文圈 基本上是一片较好 从贸易战 简体中文圈对贸易战的态度 我以前在中国网微信的时候 拉黑了一批人 但是拉黑的不多 然后再从反送中运动 那个时候是我拉黑最多人的时候 因为对反送中运动的立场 观点不一致 我拉黑了很多人 后来是因为疫情 拉黑了一小批人 今天因为安倍晋三的遇刺 我觉得再继续使用简体中文 基本上是一个耻辱 因为简体中文圈正在 加速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割裂 对于重大事件 简体中文圈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让我站在国外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觉得这群使用简体中文圈的人 当然我这样子是涉嫌一棒子 仅仅是站在用什么语言文字的角度 试图给人传递一种信息 好像你在一棒子打死人 二名的观点始终是这样子 之前我也是这样说的 就像超市里面处理的一批烂水果 其实你仔细去找 里面也是有好水果的 只是有一点点瑕疵而已 其实是不影响出售的 但是它被归入到了烂水果框子里面 就一起处理掉 你去垃圾堆淘宝 你能淘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它确实是在垃圾堆 所以当我在说支那人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是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 其实我从来没有否定过中国人 有很多人是很文明的 很好的和世界主流接轨的 所以当我说简体中文圈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小心误伤了很多人 但是主流就是这样 你不能装龙坐呀装瞎 主流的简体中文圈就是这样 我说了个体中国人变好 是他个体问题 几乎是从大基数的中国人 人口数量来看 几乎是和基因变异差不多 几乎是和一个正常性取向 变成同性恋这种概率差不多 所以从个体上说 中国人脱脂是完全可能的 但从总体上说不可能 所以简体中文圈 基本上从文字的符号来说 是一个耻辱的存在 阿明一直想脱脂 但是脱脂之路是很艰难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而且这是我坚定不移的方向 我昨天还和一些朋友聊天 因为昨天因为我的腰痛 现在已经恢复了 但是有一些教会的朋友过来看我 都是本地人 我们用英语交流 其实我很痛恨自己 来美国已经将近两年了 居然依然不能用英语 非常愉快地和美国人聊天 昨天和一个客户的老公 他是美国人 我和他聊政治 聊左派右派 聊他对这个 刚控制我的opinion 和他聊天 不能说我的语言组织迅速而流畅 但是也还能聊 所以我感到很着急 因为按照我之前在中国的预测 因为我词汇量非常巨大 所以我觉得我到了一个英语环境 应该我的英语会突飞猛进 但是过去的将近两年时间 我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在工作上 然后身边的同事也是中国人 所以对英语的进步 太少了 阿明必须要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未来我的女儿 我不会教她中文 相反 我会向她靠拢 因为她的语言 母语就是英语 她说英语是不需要思考就说出来的 所以她能够在一个程度上能极大的 因为当身边有一个亲人和你永远说英语的时候 对你的英语长进步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或许未来我的英语进步还需要靠她 但是她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天论地 那至少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至少确保我不能落后于她 所以我未来的各方面的工作生活的调整 也要继续向这方面转移 期待有一天阿明可以彻底的破例中文权 不再speak Mandarin 其实我很想去学Cantonese 但是没有时间 人生太短暂了 我想法特别多 没办法一个一个实现 但是在这之前 全体中文权太耻辱 所以阿明决定以后的YouTube 使用繁体中文权 使用繁体中文做标题 虽然台湾 虽然繁体中文也是中文 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知文化圈的圈内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 日本也属于知文化圈的圈内 只是它和大陆的不同 台湾 新加坡 日本 香港等等 他们和支国的发源地的区别在于含质量的高低 中国大陆是含质量最高的 百分百含质量 日本可能含质量只有百分之三十 类似于这样 所以使用繁体虽然依然没有最终脱离知那文化圈 但是也算是脱质的一个在量上的一个努力 以后我就不用简体中文圈了 每次看到简体中文圈的一些 与世界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一些 大面积的评论 身为使用简体中文的我 感到羞耻 感到羞耻